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应该尚未被发现 估计维尔威也没料到 他的迷宫景区 建造在一座真正的遗迹迷宫之上 不过 算了 当务之急 还是考虑一下 目前应该走哪个方向吧 帕渡曾经说过 想要知道自己藏宝地 有没有人来过 可以根据地面上杂草状态来判断 杂草长势良好 完全看不出来 总之 还是继续向前走吧 果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条路刚才已经走过了 应该做个标记 或许能从路边的垃圾桶中 找到一些用得上的东西 垃圾桶 不许能从路边的垃圾桶中 就许能从路边的垃圾桶中 这条路上 哎 你又一起来狩猎吗 这垃圾桶还挺大的 应该能藏下两个人 嗯 不了 不过在垃圾桶里狩猎 有什么问题吗 棒球棍就是在这儿丢的 那我自然要在这里等着了 我这是守株待兔 愿者上钩 哎 你不知道 那家伙看起来肥肥的 就像小猪一样 烤熟了一定很好吃 等它再出现 我就刷的一下跳出去 打它个凑不及防 喂 你那是什么表情吗 简直和大姨妈 嫌弃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算了 难道能在这种地方 遇到熟人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也和其他人 失去联系了吗 是啊 没想到那个大块头 居然把地板砸坏了 坦白说 我已经忘记了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只记得场面很混乱 事发很突然 摔下来很疼 你看起来很快 很快接受了处境的变化 我呀 本来以为拍完合影之后 就只能回去写寒假作业了 可没想到这次的旅行 还没结束 心态很好 是件好事 不过 我倒是有个问题 你问吧 假如寒假结束时 你也没能写完作业 你知道学员长很生气 正堵在校门口等你 你会怎么做 那当然是赶快逃跑 逃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那么 为什么你会认为 一个偷了棒球棍的小偷 不仅没有快速逃离现场 反而还会再次折返回来 呃 这个 也许会吧 也许他就是想回来看看 也许他不太聪明呢 好吧 这种可能性确实无法否认 嘘 别出声 我好像听到那边有什么声音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吊着棒球棍回来了 竟然真被你说中了 哼哼 我很厉害吧 大叔 快把我捉住他 不见了 是不见了 但我们并非一无所获 好诶 是门 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怎么办 大叔 你拉着我干什么 先等等 门那边有人在说话 你听说了吗 在古老的神州大地 民间还流传着许多过年的习俗呢 哟 说来听听啊 除了心情说到的天年红 辞旧除尘 年龄有余和张灯结彩 神州百姓临近年关 还有吃红豆粥的传统 哦 红豆粥 为什么非得是红豆 嗯 这个嘛 我想想 好像和一个女孩子有关 她叫什么来着 黄豆 绿豆 花生 黑米 艺人 红枣桂圆 为什么不行啊 你当时容我想想呀 她叫 她叫 想不起来了吧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诶 别人不太 有人散文 快做好准备 ようこそ この四季ちゃんが何でも答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二人はバカンスに来たんだよね せっかくだから一緒に年越しましょうよ 今年 嗯,那个,其实我们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游客,就是想问问怎么出去 啊,二位也是游历至此的吗 游历 在下李肃商,以遍览天下三山五岳为之 今日在这歇角,顺便帮小镇上居民筹备新春仪式 既然在此相逢,不妨交个朋友吧 你们叫我肃商就好 好啊好啊,我是Tiana,这位大叔叫凯文 苏尚,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教养 就没人注意到我这个如假包换的历史博主吗 好吧,这位是我新晋结交的朋友,二位可以称呼他小时 什么小时 在阅历上论资牌呗,你们都得尊称我一声冷 算了,还是叫我小时吧 不对啊,我记得你不是什么赛博算命主播吗 就是笑声很特别的那个,前几天还直播来着 我还给你刷了弹幕,结果什么也没抄到 那,那有什么问题吗 网络上多注册几个账号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哦,好像也很有道理 小时知识很渊博,他懂得很多神舟的风土人情 我虽乐于游山玩水,但对听过的传说故事总是记不太清 所以,学富武车博文强记的小时来了 只要是听过的见过的,就没有我小时记不住的 这种能力,真好 所以,你们刚才就在讨论什么红豆粥的习俗吗 好吃吗 正是如此,我在给小时讲我听过的故事呢 嗯,刚才讲到 啊,书接上回 每逢年关,神舟的家家户户都有吃红豆粥的习俗 那个,年关是什么 这年关,依着民间的说法 那是一年将近,阴气最重的时候 说得不错 那神魔鬼怪都趁着这篇为非作歹,兴风作 哎,好了好了,这段先暂且按下不表 眼看年关将至 平日浮在暗处的邪碎纷纷冒出头来 专挑无耻小童下手 不把孩子吓得啼哭不止,便是不罢休 那夜,正离年关恰好七天 平日里热热闹闹的大街,变得空空荡荡 但唯有一人,神色匆忙 他左手提着五色凉豆 右手抱着香甜杂果 一心直往点心店里奔去 咦,原来还有这么贪吃的家伙 哈哈哈哈 非爷,非爷 他不过是个点心师傅,换作阿福 对,就是阿福 阿福可是神州有名的点心师傅 刚刚说到,那妖怪专爱下骨小孩 所以,有孩子的人家都在年关预定点心安抚孩子呢 而且,阿福做点心的手艺高明得很 神州上上上下下家家家户户 招牌点心,赤鸳奶黄帮 对不起,我最近加班有点多 还得是我来吧 当时,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正当阿福全神灌注的干活时 一只骨结突出的青色大爪 上面还长着黄色的毛 缓缓推开窗 牵着屋内的烛光,竟映出一张青面獠牙 躺着口水的大脸 这,这瓦子 你若是不看,这还不打紧 若是你亲眼得见 这只鬼手便足以吓得你魂飞魄散 甘胆剧烈 阿福呢,阿福有没有害怕啊 哇,瞧人家福师父,有条不纹,安之若素 抄起面盆,我妖怪脸前一抖 顿时,满房白花花的一片 他真是心思缜密之人 熬夜加班,头脑还能如此清楚 那妖怪迷了眼睛 一面厚仰,一面嗷嗷嗷怪叫 就在这时,阿福从窗户跳出屋外 使出家传功夫,伏家拳 正惊的妖怪面门 妖怪吃痛,拔腿就跑 但阿福步步紧逼,一步步落 说是吃那是快 阿福腾弓而起,左右开弓 噼里啪啦用上整套拳法 把怪物大的头晕眼花,满地找牙 等到阿福收招 看雪地上只留一串脚印 四下无声 连雪花掉落的声音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自此,再无妖怪赶来进犯了 神舟的人们不会阿福的武功 便用写下符字的纸贴在动物额头 以保六处兴旺 便燃噼里啪啦的鞭炮,以求平安 这就是过年贴符字,点鞭炮习俗的由来了 等到这一系列辞旧迎新的仪式准备妥当 镇上的人们就会摆出好酒好菜 大家团团圆圆坐在一起 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守着碎火 迎接新的一年 红豆粥呢 奇怪 这则故事和红豆粥好像 糟糕,刚才太投入,演过火了 这,这就是传说的奥妙之处 一会就好 对了,这附近有个颇巨神舟风韵的小镇 也正是镇里筹备过年的时候 大家要不要先体验一下在 哇,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也帮忙筹备辞旧迎新的仪式 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吃年夜饭 小姑娘,你无信很高嘛 一点就通 先前那几拨人就不太行 让我怎么说都不肯心动 直到我提到了小镇地广人稀 筹备年货甚是困难 那些人才动了心 嘿,还是你聪明 要说这年夜饭可了不得 这是一年之中的重头戏 是连仙人见了 也要流下口水的饕铁盛宴 哎,与之想起如何 还得等今晚揭晓 等等,我想起来了 大叔,我们是不是看到过奇怪的脚印 对,看起来是某种动物的 果真应了这个传说 不贴符字,动物便不安宁 我没胡说吧 而且还有好多人听了我的故事 都在为过年筹备呢 其丁是牙医他们 还有大叔的同伴 那我也不能落后 大叔,我们快去贴符子 哎,别这么急嘛 来都来了 不换上一身硬颈的衣服再去吗 这也是当地习俗 当然了 新年换新衣 万事更新 套个吉利 你看我这百宝箱里 都是今年的新款服饰 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跟你们打个八折 喜欢哪件随便挑 哇,那我要这件 没问题 你呢,小伙子不来一件吗 这些裙子 算了 那好吧 那么二位慢走 你叹什么气 小时 你这衣服的标下 是不是多写了个零 哦,确实多了个零 算了,问题不大 我刚才那故事讲得不错吧 你刚才讲的的确精彩 本姑娘甘拜下风 只可惜 这次少了说书骨 怪寡蛋的 下次我一定注意 轻轻的瞧 就不会把它弄坏了 这说书骨虽是捡来的 但做工精致 可惜 显示屏突然认了 这锁得也太快了 根本没给我们时间更换电池 这张拎 谁啊 他 要找谁告证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猫喜欢自由觅食 一天之中会吃很多顿呢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牙医姐也养过猫吗 我倒是没什么养猫经验 只不过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她呀 经常溜进厨房偷吃的 每次被发现时都会一脸委屈地说 可是好饿呀 我已经几十分钟没吃东西了 听起来很像是罐头会说的话 虽然做好的鱼饵被罐头吃掉了一大半 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次的食材配方正合适 既然配方已经确定 那么我们就继续去搜集更多的食材吧 喂 罐头 别钓着鱼不放了 吃了牙医姐的饭就要帮牙医姐的忙 哦 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跟大家一起搜集食材啦 嗯 真香啊 确实 不过 那是什么 怎么有那么多的野生生物聚集到河岸来了 只怕是被这香味吸引 这可不行啊 我们还要靠着这鱼儿钓大鱼呢 牙医姐 快用你的菜刀 赶跑它吗 这 怕多 都说做饭用火不离人 现在 我恐怕无暇离开这盘锅了 无妨 两位安心 这里交给我便好 虽然面对的是野兽 但还是先进行一下初步的消毒吧 等等等等 苏哥 你这架势看着像要去上手术台一样 要不还是我来吧 我记得出发之前 小石给过我们一样好东西 你是指 那个外形夸张的喷火器 咱也不想用它呀 可是没办法嘛 这东西看起来很危险 好不好还会把衣服上的尾巴全烧掉 别担心 假如真的烧秃了 我们还有善后计划 诶 是什么 我会帮你好好缝合 真谢谢你了 苏哥 哈哈 咱可不想用上这个善后计划 这下 你就安分多了 做得好 琪亚娜 那我呢 方才要不是我这通天的功夫 怎么能驯服如此大雨 多亏了你一阵炮涨清醒巨龙 不然我还没有机会见到这通天的功夫 哼哼 如今得见是不是觉得我不仅见多识广 还武艺高强 是 哎 好说好说 不过 你们已经钓到了最大的鱼 其他夸我的话 等到完成鱼业龙们仪式后再说也不迟 你说 这是鱼 对啊 这就是最大的鱼啊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说 鱼是不是有鳞片 是不是会游泳 是不是喜欢鱼饵 那你说 你是不是也有鳞片 也会游泳 也喜欢鱼饵 那你这不就是鱼吗 看 这就是最大的鱼 那这样说来 我们可以请他去镇子上 参加鱼月龙们的仪式了 哎 他这是怎么了 别急 我去问问 我实在想不到我花光所有宝贵的年假 还能在最后看到一个小孩跟一条龙交谈 成了 我都问好了 那距离家龙说了什么 他说他自己本是条白色的小龙 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森林洞窟之中 谁知今天蹭脖子准备午睡之时 头上突然被人贴了张怪纸 他只好慌忙逃路 又闻到林间弥漫着的阵阵香气 那味道只因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说重点 这小龙心生好奇 寻着香气一路找来 恰好撞见这岸边摆着一口大锅 本欲与人淘几口汤喝 谁知四下无人 一时间便也按捺不住口腹之欲 啊 控制一下修士的欲望 他喝了口刚开的汤 被烫得满脸通红 本想跃入河水降降温 没想到被你们调了上来 还被 呃 一双汉天雷吓了一跳 果然是被你的炮杖吓了一跳吗 喂 这不是重点 不是叫我说重点吗 他不仅被吓了一跳 还被你们暴打一顿 真真是气坏他了 果然是被你通天的功夫暴揍一顿 小时的功夫连龙也不由地赞叹 妙计 好汉不提半小时前的勇 这距离家龙是不是生气了 所以不肯跟我们去小镇 这可怎么办啊 对 他说不管什么仪式他去都不会去 不过你们也别心急 聪明过人的小时已经帮你们谈好了 谈好了什么 只要做出他记忆中最好吃的新穿好菜 四喜丸子 他就答应同你们去完成仪式了 四喜丸子 不会是小时你现编的吧 喂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据离家龙说 牙医你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鱼饵 那做出最好吃的四喜丸子也不在话下了 这么说来要完成仪式 只能靠牙医姐了 好吧 现在我们就去做距离家龙记忆中的四喜丸子 好耶 出发 大家准备好了吗 新年快乐 妖精艾莉和德丽莎要给大家发压岁钱了 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份 大家排好队慢慢来 拿好 这一份是给你的 这一份是给你的 要好好收下哦 谢谢可爱的妖精姐姐和德丽莎姐姐 小心收好 别丢了 用来装压岁钱的红包已经不多了 还好 这一波排队的孩子们都拿到红包了 并没有 你看 又来了两位熟悉的朋友呢 妖精小姐 大姨妈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天哪 你该不会也是来领压岁钱的吧 不行吗 当然可以了 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压岁钱哦 不过 要说谢谢可爱的妖精姐姐 那 谢谢可爱的妖精姐姐 真乖 来 拿好 这是你的红包 记得今晚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哎 是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这个嘛 压岁钱就应该压着睡吧 这两者之间好像没什么联系 被你发现了 其实呀 素商姑娘说过 小镇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说 压岁钱又名为压岁 只要戴在身上就可以在辞旧银心之时压住鞋碎 晚辈们收到了压岁钱就会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岁了 这里的传说可真多 那么你呢 想不想要压岁钱呀 我就不必了 不要害羞嘛 凯文 只要乖乖的说 谢谢可爱的妖精姐姐就可以拿到哦 我 还是回去加班吧 好啦 妖精小姐不要再欺负她了 既然已经排在队伍里 那就意味着她其实也是想要压岁钱的吧 来 这是给你的压岁钱 新年快乐 哦 谢谢 呀 至少见呀 没想到凯文也会特地为了压岁钱而来呢 不 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想问一件事 红包上的图案是你们画上去的吗 你说这个呀 当然不是了 这些红包都是我们从小镇商店那拿的 说是新春特别供应的年货 平时都没有卖的呢 正好装压岁钱的红包快要用完了 不如和我们一起去小镇商店一趟吧 或许商店老板知道这些图案的含义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哦 妖精小姐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这个 我当然是很想一起去了 只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从刚才开始就动不了 好像是衣服上的树枝道具被什么卡住了 诶 啊 为什么不早一点说 你卡在那里多久了 也没有多久吧 大概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被卡住了吧 毕竟在发压岁钱时 成人被卡住了很不符合气氛嘛 所以 挺棒棒可爱的妖精吧 啊 果然 还是这件衣服最方便活动了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推荐妖精小姐 选那套特别占地方的服装道具了 可千万不要自责 德莉莎 我也是一眼就看住了那套衣服呢 毕竟很可爱嘛 走吧 我们去小镇商店 沾满浓墨 与朱虹纸上绘制如下符文 便可震慑凶兽 护佑平安 行了 行了 别念叨了 我这不是正在画吗 恕我直言 你画的和平安符没有半点关系 我说它是平安符 它就是平安符 你有什么意见吗 再说了 只望那几个蠢图案来护佑平安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也只有那种单纯的笨蛋 才会相信传说故事这种东西 依我看 随便画画就行了 反正也不会有人看得出来嘛 我看得出来 你这张红包上写的是 到此一游 哼 那就把眼睛闭上 我可没闭着你看 再说了 就算被人看出来了 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准还能被当成个草宝图 街头暗号之类的 绞尽脑汁的猜来猜去 这不是更有趣吗 人类的盲目与自大 终将使自己陷入泥潭 差不多得了 别总管我 倒是你 打算对着那堆破铜烂铁 研究到什么时候 请你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我再强调一遍 他的名字是 双关节模组机械式自动红包印刷机 是为了提高年货工房的生产效率 特别设计的实用机械 现在只需要在这里加固一下 进行一次校准 嗯 这样应该可以试语行了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没想到印刷机这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让我看看 嗯 一如既往的平平无奇 毫无亮点 还是由我来稍加改动 让它变成绝妙的惊喜盒子吧 哦 对了 这里再加一个燃放烟花爆竹的功能吧 你这家伙还真是狡猾 把工作留给别人 把假期留给自己 你们几个平时都是这样吗 嘻 话可不能这样说哦 我可爱的小助手 我们这是树叶有专工分工合作 就像你 我也是在替那位希儿完成任务吗 什么替 这叫帮忙帮忙 要不是我大发善心 那家伙没转化到天黑都化不完 还有 年夜饭前的那个什么足够热闹 足够特别 足够惊心动魄的演出 策划的怎么样了 你该不会打算靠那堆废铁 来吸引观众眼球吧 当然是一切竟在掌握之中 你想听听吗 难道说你也想加入其中 体验舞台的惊喜 算了吧 无非就是一些糊弄人的小法系 我可不感兴趣 这种事还是留着跟希儿聊吧 那么我就先去准备魔术道具了 回头见 最好别让我发现 你带着希儿做什么危险的坏事 糟了 怎么又划到玻璃上去了 得赶紧擦掉才行 红包上的祝福图案什么时候画好的 可是 这和树上的完全不一样了 真的不要紧吗 小心 快躲开 好险好险 可爱的小助手 你没事吧 我还好 刚刚是什么东西跑过去了 不知道 好像是当地的野生动物之类的吧 我刚一开院门他就冲过来了 幸亏我反应快 哎呀 那家伙可真够笨的 一头撞到墙上去 还撞了这么大一个洞 你看 他沿着街道一直向前跑 感觉他有点笨笨的 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管他呢 反正这附近都没什么人 你不用太担心 再往前走就是年货工房的仓库了 等等 仓库 新闻演出的魔术道具可都在那边 啊 啊 啊 得在他跑到仓库之前把他拦下来 不然可要出大乱子了 好 好的 对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点防身道具 啊 这把螺丝刀或许能派上用场 这些钉子也许有用 不必担心我可爱的小助手 维尔薇出品的笔可不是只有画画一个功能哦 他在正途控制 大家小心 我们一起用力把绳子拉紧 我 我看到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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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 没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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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姐 你在哪儿啊 当然是在这里啦 怎么样 很惊喜吧 大家还满意今晚的演出吗 可太惊喜了 我差一点就要拨打紧急救援热线了 果然又是你 我不该感到轻压的 抱歉 抱歉 根据魔术师的行业规定 其一 绝不可以事先透露表演内容 大家都很担心啊 还以为年货工房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 我猜到了 不过并没有提前泄露秘密呢 多谢 我可爱的朋友 那个 太好了 汐儿你没事 对不起 那么多电话我都不能接通 让大家担心了 抱歉 没事没事 你们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不过说起来 大叔你怎么也跟他们跑到一块去了 我之前感觉不对劲 就这回年货工房里看了看 没想到 却被他们给留住了 一件凯文实在是太好用了 让组装零件就组装零件 让刷油漆就刷油漆 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进度 如果你不介意加班的话 以后可以来我们实验室工作 嗯 工作效率高 话也很少 比起某位博士来说 的确是个很好的搭档 喂 鸡窝头 你乱说什么梦话呢 没有我 这个大块头仍然是一堆废铁 我承认特斯拉博士的努力 不过 如果不是我想到了用它 来代替烟花发射机 恐怕今晚的演出只能取消了吧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你开门把那个圆管滚的 胖妖兽放进来 它能跑到仓库去把我最伟大的 烟花发射机给踩点了 你这个熟色碰碰头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狐猫龙虾博士 我有必要帮你回忆一下 那家伙可是直接破墙而入的哦 哎 跑题了跑题了啊 主位 来都来了 你看这大过年的都不容易 要我说呀 差不多就得了 哼 那个 我有一个疑问 虽然过程有惊无险 但我还是很想知道 为什么选择了这样危险的机械来表演 因为我接到了一个 无法拒绝的演出邀请 足够热闹 足够特别 足够难忘 这是我的邀请人向我提出的需求 邀请人 当然就是小镇上的居民啦 哼 来的都是客 大家帮小镇做了那么多好事 咱们必须得好好答谢一番 我们只是想用最好的仪式来招待大家 让大家体验一下小镇传统的地道的年味 不过 好像有点夸张过头了 连我们也差点当真 嘿嘿 这么重要的演出 必须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嘛 我找到了一些记载着小镇历史的资料 新春之夜击退年兽在过去是很重要的节目 而天福就是专门为了这项节目制造出的机械 据说 那时的小镇连续好几年都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很多人对来年的生活忧心忡忡 为了鼓舞士气 镇上的工匠们就联合制造了天福 号召大家齐心协力 点蜡烛 放炮仗 举办很多仪式 共同对抗灾害 早期的天福是人力操纵的 虽然粗糙简陋 但热闹的气氛 足以再一次燃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意外地给镇子添了福气 这个节目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地被保留下来 天福也逐渐更替了很多版本 随着那批工匠们老去 再也操纵不动这样巨大的机械 天福也随着时间被封存起来 那位老奶奶的爷爷也是操作天福的工匠之一 所以天年红 辞旧除尘 年年有余和照灯结彩 那些传说故事也不仅仅是故事而已 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来年会更好 对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是不知道 那册子上的字又多又密 看得我脑袋都疼了 才翻到这么一段往事 好了好了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雨月龙们一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快一起过去吧 错过今天 只能再等一年了 啊 是距离加龙跳舞 我要看 我要看 那我们快走吧 去晚了可就赶不上了 可算把这些老房子收拾干净了 这回能歇一会儿了 工作终于做完了 还好没被辞退 你们还在景区吗 我这就过去了 景区 这地方应该不算景区吧 总之先把坐标定位发给他 唉 外面好吵啊 也不知道这镇子上的人都在干什么 什么手吃晚饭 啊 千姐 看来 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参加小镇的年夜饭活动呢 吓死人了 别总是突然出现在我背后 女人 如此一来 咱们雨月龙门一事算是圆满结束了 在这之后 就该吃年夜饭了 啊 年夜饭到底是什么啊 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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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吗 问得好 这可不是简单的饭 这是岁末除夕的重头戏 亲朋好友相聚一堂 热热闹闹吃的一顿团圆饭 每道菜都是有特殊的讲究和寓意的 接下来就由博古通经的小食 给你讲讲年夜饭的故事吧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先 喂 老古董 你那边怎么样 新年快乐哈 别忘了给我发红包 我 我在家呢 挺好的 你怎么不信我呀 我真没干坏事 小食又在骗人了 看来她一时半会儿都没法结束通话了呢 说说我不太擅长 在年夜饭开始之前 不如我来陪你逛逛吧 你有什么想做的事 或者想去的地方吗 嗯 让我想想 看那边 大姨妈她们正在天年画呢 画上的是什么啊 看起来有点眼熟 那等德莉莎打完电话 我们过去问问吧 喂 是爷爷啊 什么 你进了剧组 还拿到了一个有三句台词的龙套角色 哇 我当然会支持你呀 等你的剧开播了 我一定会看的 还有 爷爷 新年快乐 德莉莎的爷爷也喜欢演戏吗 是啊 以前我一直都没留意过她的想法 还以为她只喜欢工作 爷爷她不只喜欢演戏 还很喜欢唱歌呢 我小的时候她总会把那些故事编成歌剧 灰声灰色的表演出来 好厉害 那在电影节的红毯上 也可以看到德莉莎的爷爷吗 哎 不会啦 爷爷她现在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呢 嗯 或许可以问问一边姐姐 她很有经验的 但 那可是影后呀 应该很难见上一面吧 一点都不难呀 伊甸姐姐不就在糖果店那边吗 那边 你是说正带着 柔萨莉莎和莉莉莎疯狂购物的那位 嗯 伊甸姐姐没有告诉你吗 她 她说过她是警区的工作人员 只是长得和那位伊甸小姐很像而已 哦 伊甸姐姐只是不想让对方感到紧张而已 她每次都是这么说 哎 等等 被神吻过的歌喉 我 时尚界里心设计师 但名顶顶的影后伊甸小姐 就在我眼前 哇 天呐 德莉莎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需要休息吗 不不不 我只是很震撼而已 啊 谢谢你格雷修 我会亲手做最纯正的苦瓜汁来感谢你 苦瓜汁 那是什么 听起来很健康 不不不 如果大姨妈要给你喝苦瓜汁 请一定要拒绝 我敢保证 那是比妖魔鬼怪还要可怕的东西 这 真的吗 相信我 绝对不会错的 在大姨妈发现我们之前 还是悄悄离开吧 嗯 让我想想 说起来 从刚才开始 我好像一直能听到隐隐约约的电话铃声 铃声 哦 或许是从那边传来的 威尔威 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真的不接吗 坚决不能接 梅笔乌斯教授已经发了几十封邮件 质问我量产型机器人克兰因报废的事了 接了这通电话 我肯定没法好好过年了 抱歉 哎呀 我天真的助手啊 只有不关你的事 你不用道歉 来来来 别管她了 我来教你变小兔子的魔术吧 真的可以吗 那是不是也可以变猴母 布朗尼亚姐姐最喜欢猴母了 要是能变出来的话 她一定会很惊喜 当然可以啦 不过想要变出猴母 你首先就要有一只猴母 啊 汐儿在学习简单的魔术吗 我这里刚好有一只猴母 拿去吧 我很期待你的表演 好的 呀 不要这么紧张嘛 汐儿学得好认真啊 是呀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们了 嗯 让我想想 诶 罗沙利亚和莉莉亚在那边 我们过去看看吧 樱桃味棒棒糖 西瓜味棒棒糖 草莓味棒棒糖 草莓味棒棒糖 好难选 每个口味都想要 莉莉亚也很纠结 那就每个口味各满十费 应该够了吧 够了够了 嘿嘿 这回绝对大风声 卓沙利亚 莉莉亚 吃糖太多 对牙齿不好哦 啊 糟了 阿布尼亚阿姨出现了 伊甸姐姐 我们快躲起来 啊 阿布尼亚好可怕 我忽然不太想买零食了 嗯 让我想想 克斯摩的意思是 牙医的头上也带了脚 是不是也喜欢贝特拉斯之兽 那是 什么 牙医 布朗尼亚 克斯摩 你们三个在聊什么呢 在聊牙医的脚 哦 该怎么说呢 那 哪里来的小猫 看来 关头很喜欢你呢 啊 别动别动 让我拍一张照片 想不到你也有这种时候 嘿嘿 不行 不许拍照 好 拍完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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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很生动呢 可恶 笨蛋奇亚娜 哦 布尼亚要发脾气了 我先溜了 喂 嗯 让我想想 好 我们去下一条街逛逛 嗯 让我想想 好 我们去下一条街逛逛 不知不觉 这一路逛了好多地方呢 是啊 对了 苏尚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很想试试 是关于聚力加龙的 别紧张 聚力加龙 你见过他们的 来 再吃一个点心吧 聚力加龙看起来 已经适应小镇上的气氛了 嗯 只要有吃的 他就会比较温舍 两位是来找他的吗 合影拍照都可以 齐龙恐怕暂时还有些危险 哦 没有没有 我不是想其他了 其实我呀 没问题 只要和他打个招呼就好 那我就直说了 是吗 好了 想将像海蚊蒸 wit,天候 不可以既有遢充舍 特广 是吧 你最喜欢这只登 latitude 刚才与苑龙们一式的时候 你就一直盯着它 被你发现了 毕竟它又大又好看嘛 我早就像进来玩玩了 你放心 我会很小心的 用不着这么紧张 它质量好得很大 距离加龙跳舞的时候 还撞到了灯笼上 也没有把它弄坏 那我就安心了 那边的屋子里是在打铁吗 叮叮光光的 收益很大 那是小镇上很有名的餐馆 正在筹备年夜饭的菜品 听说呀 千姐师傅正在里面帮虫呢 千师傅为什么用那么大的劲啊 感觉锅底都要被铲子捅穿了 嗯 我也不知道呀 我和他接触不多 但我看得出来 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呢 年夜饭 年夜饭 说是参加年夜饭 你原来就是骗我来做饭吗 我收告啦 这个 千师傅果然心肠很好了 哎 大叔怎么一个人坐在那 不知道啊 好像从鱼越龙们仪式结束之后 他就一直坐在那了 这个人也真是奇怪 总感觉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是那么淡定 嗯 我去会会他 让他也热闹起来 好啊 那我们年夜饭的时候见 大叔 看 距离加龙的鲤鱼灯 很漂亮吧 嗯 很好看 你怎么来了 我听肃商说 你一个人在这边发呆好久了 就跑过来看看 你在看什么 艾丽西亚拍的照片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录像 要一起看吗 好啊 哎 这张照片里 你们怎么都戴着安全帽啊 是在施工吗 大家看起来都很疲倦嘛 那时的我 完全没有料到 假期会变成这个样子 哇 排血溶动的蘑菇好大呀 嗯 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果 早知道就该多摘几只蘑菇 放在口袋里 这样从井区掉下来的时候 也不会摁那么久 你没这么做 真是太好了 哎 这是我们在迷宫景区的合影 好有趣 你看 恰好拍到了 那个重型机甲手卫 举起手臂的样子 哇 也有小镇上的照片呢 哎 对了大叔 你弄清楚那个奇怪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了吗 嗯 根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说 那是一种祈福的符号 寓意着对新年的期待 哎 真搞不懂 明明那么难看 怎么会是祈福的符号呢 哎 要是每天都是假期就好了 还在担心寒假作业的事 嗯 也不全是 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 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呢 还要请小姐学化妆 和科斯罗打游戏 哦 还有 再拥有一摸罐头的小脑关 哎 总感觉 假期好短 完全没玩够呢 是啊 假期很短 进行珍惜当下吧 虽然领途波长 但只要留下美好的记忆 也算是不需自信 这些天 你玩得开心吗 那还有说 我可是超开心的 大叔你呢 嗯 我也很开心 喂 那边的两个 还在发什么呆呢 饭好了 赶紧过来吃饭 好哎 终于可以吃年夜饭了 我都快饿死了 大叔 我们快走吧 哎 大家快看 电视上的那个人有些眼熟 是阿华吗 他穿得好奇怪啊 哼 这不是老五董参加的真元秀吗 哎呀 看他这么高兴 我也就放心了 你确定他是真的高兴吗 我怎么感觉他笑得有些勉强 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一段特别的经历了 大家一起来拍照片吧 我会把这次旅行的照片整理好 封装成册寄给大家哦 嗯 冲走一下 我可玩这是鸡腿 喂喂喂 时间可不等人哪 还有几秒就是新年了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倒数 迎接崭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哦